花莲有一对七岁跟五岁的兄弟党 大半夜的因为肚子饿 又想要找外出工作的爸爸 于是呢 趁着奶奶在睡着之后 打开自家铁门溜了出去 到附近的超商来觅食 但是因为没有钱 只能够四处徘徊 店员惊觉有意 赶紧报警处理 深夜的住家只见铁门被拉开一个小缝 两个小小的身影探出头 灵巧钻出 使劲拉开比身高还要高的铁门 在花莲后站逛大街 目的地在这里 七岁和五岁的兄弟党 神爷肚子饿 想找外出工作的爸爸 趁着奶奶睡着后 偷溜到离住家园 100公尺元的超商买食物 但因为身上没钱 在店内来回徘徊 店员察觉异壮 赶忙报警处理 由于男童的父亲 外出工作不在家 远景先自掏腰包 买面包和牛奶 再带回派出所照顾 先回派出好不好 然后叫爸爸去派出 接你们 二名孩童因深夜肚子饿 在家人收税之时 自行出门买宵夜 后因零钱不足 迟迟未消费 所以引起店家注意 报警协助 警方立即掏腰包 买宵夜给二名孩童果腹 并通知家长到派出所来 将孩童带回家休息 男童父亲接获通知 连忙到派出所接回孩子 深夜外出惊魂 所幸男童遇见热心的远景 平安回到家人身边 记者陈金烨回来报道 感谢观看